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还在人生的爬坡路上 我一直认为自己 在那悬崖边上 随时随地都要掉下去 我必须是要武装自己 让自己更强 不会觉得很累吗 我们都有想偷懒的这样面 怕它会成为我的习惯 更多的时候是很感激 或者很庆幸自己 我还可以把握自己的人生 但是也是我收获 最大的一届奥运会 就是正是因为 在你最强的项目上输了 现在还是认为 其实是不公平的 它也不一定 就是所有的判法都是 就是对的 那最后结果我拿了冠军 四年就没有输过 体育精神是什么 体育应该是所有人的权利 哪怕身体残疾 都应该是有这样的机会 去享受体育的快乐 杨阳 1975年出生于黑龙江省 童年开始接受滑冰训练 1988年 进入哈尔滨体育运动学校 练习短道速滑 1995年 杨阳由黑龙江省队 进入国家队 2002年 杨阳夺得冬奥会女子短道速滑 500米比赛的金牌 成为中国第一位冬奥会冠军 同一年 她还实现了个人全能项目上的六连冠 整个运动生涯中 杨阳一共获得过59个世界冠军 是获世界冠军最多的中国运动员 杨阳从来不认为自己 有过人的运动天赋 她坚信成绩是苦练出来的 即使在获得了几十个冠军之后 每次在赛场上 杨阳依然感觉自己 随时都像是站在悬崖边上 想不摔下去 她就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 2010年 杨阳参加了国际奥委会委员的选举 成为中国第一个 以运动员身份当选的国际奥委会委员 更广阔的领域 更高的视野 促使杨阳对体育进行更全面深入的思考 杨阳说 竞技体育重在发掘人体的极限 而奥林匹克精神所主张的 人人都享有体育的权利 这才是体育更大的普世价值 退役后的杨阳热心公益事业 热衷于体育推广 与产业模式探索 让体育带给人们更多的快乐 杨阳说自己是幸运的 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她都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 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这种幸运 源自于她始终如一的坚守信念 做自己喜欢做也最应该做的事 内心的坚持从未动摇 本期嘉宾杨阳 唱谈冰场上辉煌的冠军生涯 分享三十年来的人生际遇 和支撑她一路走来 坚定强大的内心信念 你在运动员当中 其实已经是转型非常成功的代表了 但是咱俩之前聊天 你跟我说过一句话 你说你感觉现在的你还在人生的爬坡路上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你还需要爬什么坡 退役之后这些年 一直是在学习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 自己不太懂的地方 那么包括自己需要历练的地方 即便这些年也随着自己的努力 然后有了一些积累 但是挑战似乎更大 因为不断地在给我新的任务 然后一直觉得自己 还有很多的不足 需要去让自己增加更多的 无论是在能力方面还要再提高 还是说要通过这种历练 才能够更好一些 你现在关键的工作 就是现在在做什么呢 主要的精力放在哪些方面 先分几块吧 一个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个国际组织 那么我现在是国际奥运会的委员 那在国际奥运会里边呢 我又在下面的四个委员会 也曾经做过两次的2016年 这个青年冬季奥运会的苹果委员会主席 以及2020年青年冬季奥运会的苹果委员会主席 那么像这样的工作呢 我们这个小组就是来评估几个申办城市的情况 然后做出报告 给到委员们 让委员们去来做他们的这个投票 做支撑 那么还有最近也是比较热的一个话题 就是俄罗斯的反新闻纪问题 那么成立了这个纪律委员会 那我们就是来调查俄罗斯的这个新闻纪的一个情况 都是非常非常有挑战的 可是对你而言 你认为你说你在爬坡 你的风顶是哪呢 你想象中你洋洋 你的山顶应该是 是什么样的风景 我是觉得如果一个人他到了一定高度以后 他要是没有能力去handle这个 去掌控这个高度的话 还不如不上去 那么我倒是对要做多高的职务 或者那个倒没有多大的期望 我只是说 我自己就觉得非常幸运的是 经常会被像国家委会巴赫主席 甚至之前的罗格主席 扔到一个位置上去 也可能是我个人的背景经历 是相对比较特殊一点 本身又是奥运冠军 那么像这个国际主流 讲究一个女性的这种比例 然后加上又来自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 那么所以有的时候会为这种人 但是并不代表你完全ready了 至少我会有这样的感觉 可能别人会觉得 当之无愧 对 当之无愧 但是我自己觉得 自己还是有很多欠缺的地方 所以我不能说我未来要爬多高 但是至少现在我的这些 接下来的这些任务 我还是很小心翼翼的去往前走 并不能说我就完全能够驾驭得了 你刚刚的表达里面 你反复提到一些词 就是我不懂 然后小心翼翼等等 为什么这样的词会这么高频地出现在你的语言体系当中呢 你是一个很小心翼翼的人吗 我觉得我自己 我之所以很喜欢自己的职业 就是当运动员的时候 在冰面上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所谓感性 有的时候很多的比赛场上处理的当时的那股劲 是我自己有的时候就很诧异的 你诧异的是什么呢 你在场上的时候 比如说有一些比赛的时候 那个判断 刹那间的自己的那个判断 我回过头再看录像 我都觉得那个不像我 就是有几次超越 还是挺冒险的 但是我认准那是机会的时候 我就没有思考 那个时候就完全 我认为是一种真体的自然反应 并不是一种通过思考去得到的结果 但是我特别喜欢那种感觉 因为人那时候是完全释放的 而且是可能 也是常见的很多积累的经验 对 在那一刻爆发 自然出的 对 在生活当中 我是一个顾虑比较多的 要顾虑这个 顾虑那个 也可能这是 也是为什么我这些年 还算是四平八稳的 包括退役转型 没有说大起大落 其实人生当中 谁能不遇到一些事情 很多人觉得 你这个转型所谓成功 还是 还是我认为不是偶然的吧 我自己自己总结 你觉得必然性在哪呢 就是 就我刚才讲的 这些年自己做事情 还是有秉承着一些基本原则 比如说 比如说 我在选择自己做的事情 首先我要确认 是我喜欢做的事 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喜欢 你只是因为被它的 所谓的光环 或者它的所谓的 叫短期的一些 一些目标和利益 所绑架的话 那可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就很难再坚持下去 或者有些困难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面对 所以这也是我 多年当运动员的时候的 一些体会吧 另外一个就是 很多正确的事情 要用正确的方法 这个也是我经过了一些失败以后 经过一些打击以后 所得到的一个结论 原来就觉得黑和白 然后正确的事情我做了 只要我正确就没有问题 但实际上结果是 恰恰有的时候是反的 那么自己总结就是 正确的事情 还有有正确的方法 我不知道我理解的点对不对 就是你刚刚说的这句话 可能让我马上想起的 就是当年这个长野冬奥会 这一段历史 当时也没有做太多的一个回复 应该是你 算是你这个运动员生涯中 失败最惨痛的一次吗 算是吧 从结果来说 但是也是我收获最大的一届奥运会 最大的收获 就是正是因为 在你最强的项目上输了 那么在重新审视那场比赛之后 就发现 原来我如果 当然结果我还是认为 我当时还是认为 当时对手是犯规的 但是呢 你到现在还是认为 其实是不公平的 至少那个判法不是完全公正的 当然裁判也不是完人了 他也不一定 就是所有的判法都是对的 或者完全对的 但是呢 确实如果我在这个 就最后一个入班道的时候 我的路线控制的好一些 或者说我的滑行触弯到了 控制好一些 那以被他抱着这样一个态度 再去看那场比赛 就说发现还是有一些空间的 其实那一刻并不是像 自己原来想象的 是很痛苦的事情 反正是很兴奋 而且一下子特别期待 一个月之后的实际赛 这样去尝试 是第一次自己开始主动的 去思考一场比赛了 原来更多的是拼拼拼拼拼 反正比赛到一定程度 就是靠拼 那么 但是第一次开始主动的带着 带着一种积极的思维方式 去面对一些困难 我记得是一个月之后市井赛 那么同样是同样的项目 在1500米决赛 当时三个韩国选手进决赛 都是最强的 那么我记得那时候 我就开始想 我怎么能够面对这三个 似乎去完成一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就去拿这个冠军 而且我大概能知道 他们的战术是什么 肯定他要用两个人去拉垮我 然后用最后一个人 去把我给冲掉 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 基本判断以后 我怎么能够把被动变成主动 所以是一个这样的 一个积极的思维方式了 最后结果我拿了冠军 算是报了一个仇 但是真的是第一次 开始转变一个观念 这后来成为你运动员 运动员生涯之中 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吗 非常重要的态度 而且整个是你的 面对困难 面对一个失败的结果的 一个处理方法了 在这之后 那四年就没有输过 而且我并不是 比其他选手高很多的 一直都不是 我记得当时有记者也问我 说你现在什么感觉 什么残联 然后三连冠 最后还有五连冠 因为我一共拿了六年 那你是不是就觉得自己 天下无敌 我说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我一直认为自己 在那悬崖边上 随之随地都要掉下去 我必须是要武装自己 让自己更强 每一次市井赛完了以后 我都下来要给自己 当然先放松两天 但是之后马上要开始回到自我总结的状态 然后自我总结 有的时候你会很难看到自己的不足 因为毕竟你是个胜利者 而且不断地赢 那我会把自己假扮成韩国队教练 把自己的短处全翻弄出来 然后就拼命地去练他 到比赛的时候 因为人是没有玩人的 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不足 然后我必须把自己的弱点 尽可能地去避开 当然了也有方案 就是一旦我的弱点暴露了 我应该怎么去打反击仗 但是自己还是很清楚的 我个人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要非常非常了解自己 而且要非常非常的诚恳对自己 诚实 你可以对自己撒个谎 把自己的弱点就掩盖住了 或把自己的不足 或者是把这责任推给别人 但是我觉得那样 实际上是非常 你要想好是非常难的 所以我认为自己 可能那几年的解凉冠很重要的 就是一个这种危机感非常强 另外一个就是 能够很诚实地面对自己 并且能够不断地去扬短补偿 扬短臂长 对 叫阶短阶长 阶短臂长 59个世界冠军的耀眼光环 与内心强烈的危机感 两者共存于杨阳身上 形成巨大反差 杨阳说 这种一直站在悬崖边上的危机感 来自于她多年来冰场上的运动生涯 从小到大 几乎在每一个阶段 杨阳最开始都不是运动队里出色的一个 随时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 为了能留在赛场上 她只有比别人下更大的功夫训练 17岁的时候 父亲的意外去世 被年轻的杨阳带来更沉重的打击和压力 杨阳说 父亲的离去 让她过早地担起了家庭的责任 她不能退缩 唯有一路向前 人生的道路上 总会有各种挫折和磨难 有人因此消沉 而有的人会因此激发出自身更大的潜能 走出人生低谷 杨阳用她的成长经历告诉人们 如何面对烈士与困难 是大智慧 这种危机感的根源是什么呢 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强的危机感 也不好说吧 也可能是因为自己本身从来都不是一个 被认为是一个很有天赋的运动员 我从小到大 都是大家看身体素质不是很好 然后小的时候体弱多病 包括到了国家队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选择了运动员这条路呢 你小的时候你父母帮你选择的 我觉得我个人 现在回想起来 是不是有点英雄主义啊 几岁 我是八岁开始学滑冰的 然后加上有点倔强的性格 一开始还是谁帮你选择了这条路吧 实际上是体校的老师去学校选才 然后当时我呢小的时候是男孩子性格 然后头部也都是短的 那时候好痒嘛 都给你剃着很短的头发 然后在学校也比较活跃 那么去选才选了当时也不少孩子呢 一块去训练 那么后来又慢慢退掉了 有的这个不合适啊 有的自己就因为冬天很冷嘛 那么最后剩了就四五个人 那我是其中一个 当时自己就觉得很享受在冰面上的那种 而且我记得应该是有一个很关键的 我现在想想啊 因为我现在自己也有小孩嘛 我会发现这个 可能是我当时为什么会在 会一上了冰就想坚持下去的 我第一次上冰 当时老师 我记得我们教练说了一句话 哎呀这孩子脚腕子真硬 因为其他小孩一上冰 他就有一个过程 他那个我们叫趴斜包 他脚是这么这样趴在冰面上的 他的冰刀是这样趴着的 我一上去以后就刀立得很正 然后当时教练就说了一句 哎呀这孩子脚腕子真有劲 很硬 你就记住了 哎呀我当时就好像一下子 你会觉得自己有特别的地方 或者跟比其他孩子好像就好一点 尤其是教练能够给你第一次的信心 就坚持下去了 对但是后面其实是一直受打击的 后边 其实后边就 你真正的开始做专业训练了 你跟那些 因为大部分选材 我们小的选材都是通过你的基本素质嘛 跑跳的基本能力 那这些我确实是比其他孩子有弱的 加上小的时候都比同年年小孩要瘦 要小 发育相对晚一点嘛 而且还体弱多病 经常一下天感冒啊什么耽误很多训练 我父亲倒是挺支持我的 他总觉得至少能有好身体 所以他也没有对我有特别高的要求 我自己呢从小因为正好80年代初看到中国女排拿世界冠军 你那时候在一个小县城里你甚至不知道世界有多大 当时我记得因为中国叫中国 我甚至认为世界上有外国和中国 两个国家 是不是还有内国呢 是不是有三个国家中内外嘛 所以自己的那时候理想说有一天我要去外国去领奖去 那么 也有一个那样的目标 虽然你都不知道它有离你有多遥远 但是似乎它是个目标 应该说第一次真正的意识到自己可能不适合地下运动 应该是我进省体校 进了省体校以后呢 明显的跟等于全省最好的选手在一起 明显就弱很多 后来听我们教练说 其实他当时就想把我送回去了 还给我们试体校的那个教练打个电话 说这个队员的甚至素质比较差 想给送回来 所以这个事呢 对我打击蛮大的 就每天早上起来去 因为自己力量弱 天天早上 一百个 六点 每天六点起床 去做一百个蹲跳 然后一百个这种蹲的气界 就练这个腿部力量 因为那时候我连那个比赛服啊 用那个紧身服都蹭不起来 所以就把自己的腿练得很粗 希望 那一个冬天坚持下来 到了 我记得到了这个年底 我就变 我就成了我们当时全队七个孩子的第二名 从最后一名到变成第二名 那么教练也再也没有提 把我送回去的这种这个事 时刻保持着反思 时刻保持着把自己置于悬崖 编上的心态 不会觉得很累吗 稍微舒服一些 其实有一个事情也 我可以就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 一个感受 就像训练的时候 我们都有想偷懒的这样念头 我特别害怕自己一旦偷了 养成了一种能够体会到偷懒的那种乐趣了 或者是舒服了 我怕它会成为我的习惯 每一次自己脑子里有这种概念的时候 赶紧把它消灭掉 那么可能我更加害怕面对的是 未来你 不确定性 对你的不确定性 这个也可能是因为从小 我父亲毕竟去世早 所以你承担的责任也会大一些 那么可能是因为这些外部环境 就是你知道你必须得往前 你觉得委屈过吗 你坎率地说 你觉得委屈过吗 其实我更多的时候是很感激 或者很庆幸自己还可以去帮助其他人 哪怕自己的家人 因为我还可以把握自己的人生 没有把自己的人生让别人去 或者说某种程度上 别人来决定我自己的生活 我的生活状态 这就很重要 其实一个人这一生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非常难 对 我自己 我记得当时我退下来的时候 我在选择了自己要在外边 走这样一条路 其实到现在为止很多人并不清楚 杨杨你是走什么样的路 还有很多人认为我是官员 把我定位 其实在文武程度上 我现在做的跟体育相关的事情 就国际组织 包括国内的像我们申办这些工作 我全都都是义务的 我是不领这番的工资的 那么所以大家不太了解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 这种文化的这种体系里边 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位置的 那么但是在国外都是这样的 也可能是因为我是这些年国际组织的关系 你看到了国外 他们可以这样做 而且做得非常纯粹的时候那种快乐 你说大家不知道 不了解其实现在的杨杨是在做什么 其实我更加觉得我是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 一个创业者 然后你像什么评论员会主席 像是进了纪律员会这些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 我记得当天在国际组织会决定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然后当时在决定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报告出来 我都吓一跳 然后当时总局的有关的工作人员 他电话问我说 这个是你争取的吗 我说我都早上起来醒来 看了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决定 我自己都很吃惊 那么很多时候 我可能在这种问题上 是处在一个被动的这样的状态 其实你不是被动 也就是说你不是一个 给自己人生设置一个很具体的目标 然后一步一步地去促成这个目标 你就是走一步 把当下这一步事情上走到最好 我自己更觉得是 我很享受我现在做的事情 然后我也不愿意给自己设定一个 我非要到那个位置上去 我非要怎么样的这么一个目标 当然我有我的规划 我的规划并不是那么具体的位置 而是我的规划 我希望自己能够在国际组织里边 能够走得更长远一点 主要的原因 还是我是一个奥林匹克 这个价值观的一个坚定的这么一个 信奉者 一个信奉者吧 我确实认为体育 我所存在的事业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事业 三十年运动生涯 在竞技体育领域 杨阳做到了极致 退役后 杨阳主动选择离开体制内 在更广阔的领域 推广她崇尚的快乐体育 杨阳认为 从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外交体育 到后来振奋民族精神的奥运战略 体育在不同历史时期 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当下体育改革的方向 应该更加注重体育普及和全民健身 让体育不再成为职业运动员的专利 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体育带来的快乐 外界评论说 离开冰场的杨阳 随着岁月的沉淀 愈加散发出女性的魅力 每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 杨阳都保持着优雅的风度 大方得体的谈吐 她是中国女娱乐员 在国际体坛树立的一个崭新的形象 你认为体育精神是什么 普世价值观 其实我们人类向往的这种平等 向往这种公平 向往这种透明 其实在体育 它是很理想化的 那么我自己很庆幸 或者很幸运自己有机会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 做这样的一个事业 合格头来看看中国体育的发展 我们从小是发展人民体育运动 这项体制 锻炼身体保卫诸国 那样的一个体育定位 到70年代体育外交 80年代冲锁下走这项事件 90年代我们开始申办 希望能够奥林匹克到中国来 来真正的让世界认可中国 到2000年能够申办成功 然后2001年 然后到了2008年 我们给世界展现那样的一个奥运会 其实它并不简简单单 是一个举办奥运会 那么简单 它其实在整个中国的社会的 发展过程当中 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或者说它从来就没有 简简单单的只是一场比赛而已 所以到了现在的发展阶段 我们的是体育强国梦 我们应该更加审视自己 能够做些什么 那你刚刚其实也是非常完整地提到了 并且回顾了我们中国体育的一个发展 那到今天这一步 应该是说中国体育改革 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而且面向市场化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你怎么看待这个趋势 以及这个趋势之中 必然会产生种种的问题和阵痛 你认为解决方案是什么 你的问题 现在已经开始专业记者的问题了 实际上我觉得改革是必须的 有些过程 然后包括改革又会有些阵痛 但是我们都意识到 不改肯定我们体育是要走下坡路的 因为就像我说的社会在发展 体育所扮演的角色 也应该是在不断地调整 那么现如今的时代 赋予体育的这种责任 肯定跟十年前是不一样的 现实的要求在你看来是什么呢 比如说体育的普及 全民健身 其实全民健身这个词蛮有意思的 我一直觉得中国在过去的年代 把竞技体育和老百姓的体育是一分为二 实际上是一种 当然是一种历史的一个发展过程 那么集中力量做一件事情 那么我也是当中的授予者 能够从小加很多是那么穷的情况下 有机会上去练这样的一个 冰上项目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 支出比较大的嘛 那么没有那样一个体系 我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历史就是往前推动到今天 体育可以促进人的健康 可以青少年的教育 成长的这样一个素质教育 起到非常重要的角色 然后可以去改善社区的文化 可以亲子关系 然后可以这个让他们就 你身体不健康 你就不可能有一个小康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实现嘛 那么他的角色其实包括他的外交 大国形象等等等等 那么因此呢 现有的这种原来的这种培养体系 它已经是不够了 它需要增加更多的这种功能 那么因此改革肯定是个必然的 我们很非常期待 那在你看来就是 你会有一些具体的 从你这个领域的一些设想吗 其实还有意思 我其实当年退役下来 没有选择回到体制内 作为一贯半职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体育可以做更多的事 当时呢 因为我们在体制内的系统 你主要是培养运动员嘛 为了奥运会去培养运动员 那么我觉得那个已经做到非常极致了 我从那里边成长的 我知道那个保障已经非常好了 可是我看到的问题就是 中国的这种竞技体育的倒三角 底下非常的 人才非常少 每到这个唯一退役 就要有一个什么 什么一个人才跟不上来这样的一个尴尬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包括你会发现很多小朋友 他想 就是家长想让孩子能够有机会去从事滑冰 但是又不想送到这样的一个体系里 因为从小你可能要放弃学业 那么也很纠结 我当时觉得是一个问题 其实做了国际奥运会委员以后 我在学习奥运医学宣章的时候 他有一句话 其实是回录他来 我是非常的认同的 他说体育应该是所有人的权利 我们过去在历史的发展阶段的一个阶段 可能更多的是他会选财 但是未来应该是人们去选择体育 无论你胖瘦也没有 哪怕身体残疾 都应该是有这样的机会 去享受体育的快乐 我记得我当时刚退役的时候 我在做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 我跟我一个老领导 去沟通这种想法 他当时跟我说 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说我希望更自由一点 他说你知道吗 人一旦完全自由的时候 就失去自由了 那么当时我不太理解这样的话 然后自己开始到外边创业 做冠军基建也好 后来做自己滑冰学校也好 确实在做具体操作的时候 遇到一些种种的问题 很困难 然后包括一种关卡等等 然后就在他开始品味他那个意思 才说原来确实不那么自由了 可能这些年走过来 现在你有团队了 然后而且你把这个整个的游戏规则 弄清楚了 然后自己开始也知道怎么样去管理这些工作以后 一下子到了另外一个层面上 你会发现你的自由空间会更大了 而且你可以腾出手来做更多的事情 你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在你的人生的整体的一个布局当中 你的家庭 你的丈夫 你的孩子 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比重吗 当初要小孩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一个决心 他们肯定是守卫的 尤其在他的整个成长 尤其几个重要阶段 所以我和我先生那时候 我们俩约定的就是得有一个人 就无论两人多忙 但是不能得有一个人 是保证一个人永远是在家里 对 不能说把孩子全部弄给老人 或者是保姆 那么我们这几年 现在儿子五岁 女儿两岁 不到两岁 快两岁了 只有三个晚上 我们俩实在没调开 我有一次是因为在大雨 暴雨 把我拍在法轮克福了 转机没有赶上飞机 那么有一个晚上 那么还有两次是什么原因 没有调整开 都是有一个人要在家的 只有三个晚上没做到 对 没有做到 谁在家的时间多一点 这两年 我先生在家的时间多一点 因为工作的相互的这种调整 我一直觉得家庭也是一个团队 就是一个teamwork 不是某个人能够 谁能够负起主要责任的 我很多时候扮演着要 要别人干活干多了 我一定要去哄他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倒是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明确的 我们肯定孩子要放在首位的 你是一个经常哄你丈夫的人吗 很不幸的是 是的 我认为是这样的 所以他干活比较多 是吗 开玩笑了 确实你要是干活少就要嘴甜点 当然就是其实是沟通吧 相互沟通 然后不能带着气干活 我也不能够让他带着气 因为一旦有带气的这样的状态 就一定要在最初的时候 赶紧不能把气积累得太长 也可能在婚姻上 其实我也是个位积感的人 因为毕竟周围你会看到一些事情 然后尽可能地在这个萌芽期 就赶紧把问题要解决掉 去沟通 所以你跟你丈夫的相处过程之中 主导权一直在你手里是吗 就议程设置其实是在你手里的 貌似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 因为他本身不太爱讲话 那么貌似是我皮脱趴拉 总是在表达 但实际上 他自窥然不动 实际上他比我要聪明得多 所谓聪明得多 他选择了一个最 我认为是最 最幸福的一个角色吧 我也不能说不幸福 虽然陪孩子稍微的 相对比他来说小一点 但是我尽可能把我的质量要提高 每次在家的时候 我基本上是百分之百的投入 他要数量 我要质量 其实你付出再多都不够 跟孩子在一起 其实这是 我们自己的心态 我认为是在摆上心态吧 就是能够去享受 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光 当然这个里边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以你陪孩子 只要人在就陪了 你必须要知道 你陪孩子还是要高质量的 那么高质量的 你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 这一点我们还都是一致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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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